國際疫情不斷的延燒 尤其歐洲美國地區看到確診人數 幾乎是數萬以上來飆升的 那麼現在疫情指揮中心所說 那麼看到事實上應該不是所謂的新變異 應該是有人先後感染 或同時感染Delta 加上Omicron 變成看到綜合性的病毒 那麼才有讓所謂的新的名詞出現 不過在今天境外移入個案當中 值得大家關注的是 有一名是長榮腹肌虛 累計目前台灣已經有50例的境外移入 是確診Omicron 新增十四例境外個案 美國入境有十例佔最多 其中一例是長榮腹肌虛 執勤美國紐約航線 曾經打過兩劑AZ疫苗 二十二號返台 二十七號PCR採檢陽性 這是七月以來第七位肌虛感染 前艙這邊有三位 那都列為居家隔離 那目前檢驗都是陰性 後艙這邊的話有另外這個十三位 是其中有十位已經採檢陰性 幸好在邊境攔截 此外境外入境定序 又增加兩例Omicron 累計共有五十例 其中四十七例突破性感染 Omicron逐漸取代Delta 成為主流病毒株 台灣是否根據美國 把無症狀感染者 隔離天數從十天減為五天 暫時沒有要調整隔離天數 針對外電報導歐美地區確診數飆升 罪魁獲首是Democrone 指揮中英說 這是指Delta跟Omicron兩種病毒 症狀有高燒 持續咳嗽 受味覺喪失等 並非出現新的變異株 有可能說兩個病毒加成的效果 讓症狀比較嚴重 不過目前沒有一個實際上研究的數據 專家認為先後感染 或同時感染Delta跟Omicron很少見 但有可能發生在人多地方 或是免疫差的人 恐怕也會面臨雙重感染的風險 如果同時感染兩種變異株 是否傳播更快 更容易引發重症 值得觀察 記者綜合報導